三不再高,有先则名 最足以形容花莲这家隐身的项目内的可颂专卖店 而开店三年多来,排队的人潮从来没有消失过 出生在花莲玉里的业者徐孝文 为了回馈地方的父老 第一次返乡办理了快闪快卖的活动 立刻掀起了小镇内可颂旋风 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全部销售一空 玉里小镇市区街道上出现绵延 2到30公尺长的排队人龙 大家不为高温烈日全都冲着这家 知名又好吃的可颂而来 买到手了还不忘排座留念 有过吃过他们的吃饭? 没有,对,一直没有机会买 会不会希望他们可以住点在这儿? 可以住点也可以每周都回来快闪 这样子这里的居民就会很开心 对 那你们今天是买什么口味的地方? 除了肉桂,各买两个 隐身在花莲社区巷弄内的这家可颂专卖店 开店三年多 排队人潮从未消退过 每个口味的可颂面包一出炉就卖完 十分抢手 这一次首度仪式户外举办快闪快卖活动 排队人龙立刻闲钟 因为我是玉里人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一直都很有感情 那我也知道我们的东西 就是还蛮多人喜欢的 所以我想说有一天我有机会就不要让玉里的乡亲们 那么辛苦到花莲排队来买 然后也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我们从刚开始到现在已经筹备了三年的时间 起心动念已经三年了 老板许孝文带着美味的可颂回馈 并分享给老家的亲朋好友 吸引了大批民众慕名而来排队抢购 就是回馈家乡我觉得很棒 那有去过他们的产品吗? 有,之前我在花莲工作 那之前有去过 对,也是排很多人 喜欢去吗? 喜欢 嗯,那会不会希望他们可以来回老家就点 是,希望 对,因为玉里其实很早这种店 由于被消费者欲为是最好吃 但不容易找到也最难买到手的可颂 因此这一次业者主动回老家进行快闪快卖 不少地方乡亲也跟着敲玩 期盼业者能够回老家展店 我们可能需要配合我们自己原本的店面的工作时间等等的能量去安排 对,不排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常出动 那今天不老乡亲的表现怎么样? 啊,很谢谢他们 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他们在那种大乐天等这么久 对,我们也是觉得很舍不得说大家要这样子 对,可是我们也是尽最大的能力的 山不再高有先则明最足以形容这一家可颂专卖店 这一次老板低调返乡快闪快卖 立刻掀起小镇内一阵可颂风潮 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销售一空 徐孝文感谢老家亲友的支持肯定 未来若店内人力等因素许可下 也不排除借着餐车返乡快闪卖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对,对,对,对